结果民众报案 竟然有鳄鱼出现在棋楼 看到现场真的有一只鳄鱼 一动也不动爬在地上 冤警不是专家 也疑惑这要怎么处理 今年8月新竹警方接获报案 有鳄鱼跑到民宅棋楼 下怀附近民众 警方到场后也通报动保所 不过在人员到场之前 四组就已经赶来将鳄鱼带回 让鳄鱼在外爬爬走 让附近居民饱受惊吓 警方也依设委法将四组送办 如今地任裁定出炉 裁令书上指出四组续养鳄鱼 没有严加看管 放任出现于公共场所 不仅对公众安全 带来不可控风险 也不负责任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处罚还三千元 饲养重度当然是个人的自由 我觉得如果它会让居民 会有恐惧 会有害怕的时候 当然要注意它 四组当下向警方公称 是因为家里门所坏掉 鳄鱼才会跑到户外 而在三年前 也有发生过类似事情 当时是其他只鳄鱼 跑到水沟内 动用大批人力寻找 花了两天才找到 不过四组当下 也有出面强调 饲养的鳄鱼 都有受过训练 不会随便咬人 相对没有攻击性 请民众不要担心 但在路上突然看到 罕见的鳄鱼 难免还是会有点 先驾驾 TVBS新闻 城市民蓝庭 新竹菜本报道